好,那可依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晚的主題就是繼續講 重生得救必然會產生的果子,就是一個人重生得救的時候, 他的生命一定會有改變,我們不是靠這些行為得救, 但是我們得救之後是一定會有這些果子的, 因為神活在一個人心中的時候,神永遠是,英文是dynamic的, 它是會產生果效的,它會有能力的,它會更生人的生命的, 所以如果真正得救的人,神一定會在他生命中產生果子, 那六樣的果子我希望大家都記實,可以幫助自己,幫助別人, 那第一就是,事事是繼續悔改,悔改禮罪, 還有是信靠耶穌做救主和我們的主人, 那然後呢,跟著兩樣就是跟我們,跟神的關係有關的, 就是親近神和愛神,然後最後兩樣就是行為有關的, 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那我們今次是講到侍奉神的, 好,現在請姐妹開始讀經, 馬太福音25章25節,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紙埋藏在地裏, 請看你的原銀紙在者裏, 主人回答說, 你者又惡又懶的果仁, 把者無用的果仁丟在外面黑暗裏, 在哪裏必要哀哭切齒臉。 三節俗話, 是, 25章45節,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寫是你們既不造在者弟兄中一個罪小的身上, 就是不造在我身上, 這寫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寫二人要往永生裡去。 好, 這個是兩個比喻, 上文下理就是這樣的, 馬太二十四章是說到耶穌回來的預兆, 說到有戰爭, 饑荒, 瘟疫, 然後就說到那時,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又要殺害你們, 你們要為我的名秘萬人恨戶, 還有那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被之陷害, 被之恨戶, 就說到基徒受迫白, 然後就說到一個大災難, 從來沒有的, 這個大災難過後, 然後人子的少頭顯在天上, 萬族都要哀哭, 然後耶穌駕魂降臨, 那跟著呢, 就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後面那部分, 就說到, 就說到就是, 好像狼雅的日子那樣, 那些人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就忽然間洪水來到了, 就將它衝去了, 那這個呢, 就是在,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審判的時候, 那然後呢, 就有說到, 惡服和善毒, 這個都是馬太二十四章的, 就是有, 惡服呢, 他們呢, 是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呢, 那個主人回來, 就要重重的處置他, 那有二十五章呢, 是繼續下的, 二十五章呢, 就是講到, 有三個比喻, 第一個呢, 就是十童女的比喻, 就是呢, 有聰明的童女, 和慾絕的童女, 他們沒有預備好, 他們沒有預備好, 耶穌福那個新郎來, 那那些慾絕的呢, 就趕在外面, 陷陷裡面, 就不能夠進去, 那所以這裏呢, 就是這三個比喻, 其實都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第一個比喻, 應該講到就是, 人有沒有救恩, 或者有沒有聖靈的內住, 這個有, 可以是聖靈的內住, 然後跟著呢, 第二個比喻呢, 就是, 浪財幹受審判, 就是, 有三個牧人, 受了五千、二千、 一千兩人子, 那然後第三個比喻呢, 就是, 有三人的比喻, 就是呢, 當人子駕雲降臨的時候呢, 他要將萬毒分開為, 在他右邊和左邊的, 萬民, 他講到呢, 在萬民要聚集他面前, 好,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 按財幹受審判的比喻, 就是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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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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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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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埋藏了, 和用了, 是代表什麼呢, 的 молод小小害 gruesome 得的這個夾, 你可以放膽說的, 就是, 那麼, 對, 自己不肯定也不肯定也好, 都可以把 Oceanaries用, 好, 那個, 這個比喻就明顯是講到主人交託的給我們,然後我們使用 這個應該就代表神給我們所有的恩賜、資源、財能 這些一切就用了出來,有用的就是他就賺到了, 即是說他得到的果效,主人稱讚他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這裡有兩方面,我想大家回應一下,良善和忠心有什麼分別呢? 是說兩樣不同的東西,大家可以說吧。 我覺得良善就是他自己本身是聖結的,而忠心就是他對主忠心 就是做主教堂給他的東西,一個是你本身,一個是對主的。 嗯,OK,那個原文就是good and faithful,好,聖結也是其中一部分的, 應該還有一些什麼主要的部分呢?除了聖結之外。 只是看中文聖經翻譯,那個意思呢,良善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放膽去講吧。 Kelbert想說,良善是不是代表沒有陷害人對人好的嘛? 是的,沒有陷害人就是一個沒有做負面的東西, 那這個最主要應該講到是正面的,那你對人好, 那你可不可以再講清楚一點呢? 算不算是謙卑順服呢? 謙卑順服,這些都是這樣的,這些都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質素都是這樣的,不過當你想到這個良善, 又是中心的伯仁的時候,這個良善,當然包括很多方面, 但是主要的那個方面呢,是什麼呢? 其實之前有講到的,有講到出來的, 不過我想大家形容得清楚一點的原因, 大家放膽去講吧。 良善是不是就是祝福人幫助人呢? 是啊是啊,就是,就是你將那個中文轉到善良, 那你就會用善待人的,對人好的, 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伯仁, 好了,那那個呢, 埋藏了一個,就稱為又惡又懶的伯仁, 那就是為什麼呢?又惡,原文的意思就是evil, 又惡又懶的伯仁, 是,大家可以說,就是又惡又懶,就是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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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中心,以及不純服, 自我中心,以及不純服呢? 其實跟那個,自的意思呢,是有些出入的, 就是我們用那個自去解釋, 從那個自去解釋, 從那個自去解釋, 你可以繼續說的,從那個自去解釋, 從那個自去解釋,到底是說什麼呢? 我想懶就是,你沒有去做主託父你做的事情, 就是,那而惡呢,可能就是善的相反,就是它是不善良,也都不善待人的, 它是很差地對人的 嗯嗯,是的,就是它對人不好的,傷害人,那有些人說, 但是,所有信義和蘇根都是好人的,就是, 就是,這裡說到呢,就是又惡又懶,就是那些全部都是惡, 因為呢,中文那個字惡呢,就好像是很,很惡,很容易罵人那一種, 其實,就是它的意思,它的意思Evil,就是,是邪惡的, 是對人好的,不是有愛心的,是傷害的, 就是,這些這樣的,互面的質素, 那當然,每個人惡的程度不同,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不信耶穌,有些人, 在廣東話來說,這個惡字呢,就是, 就是,很喜歡罵人啊,提聲壞人啊,那些,那些發脾氣, 我們叫做惡,但是,這個意思就是,它沒有一個祝福人的心, 它也都不懂得祝福人,它做的事情並不是祝福人的, 又惡又懶,好了,那些又惡又懶的仆人呢, 就是,被趕到外面,黑暗去那裏,哀哭徹齒喔, 那這個是什麼地方呢,那我講一講呢, 有些人呢,釋經就講了,他說呢,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一個,外面的黑暗,那裏又不是天堂,又不是地獄, 那是給那些,沒有忠心侍奉的基督徒, 就是,他們就說呢,你相信耶穌,你就去到天堂了, 那如果你又惡又懶,你沒有做好應該做的事呢, 那你就要去這個,外面的黑暗, 你又不是去天堂,又不是去地獄, 它這種的解釋,你覺得有沒有根據呢? 這個是三十一節,你可以自己開那個聖經, 可以看到二十五章,馬太二十五章,三十節左右看到的, 大家你覺得,這個地方是,就是由聖經其他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說有一個地方呢,就是給那些懶的基督徒, 那些懶的基督徒呢,就會去到那個,外面的黑暗裡面, 有一個另外的地方的? 牧師,你說看哪一道畫? 三十節,二十五章,三十節, 將這個無用的牧師, 到外面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嚇著此鳥, 到底這個在說什麼呢? 這個經文所說的是,去一個什麼地方呢? 是不是地獄啊? 是啊,我就很肯定是地獄, 那我想問大家有什麼原因,我們去證明這個是地獄呢? 我們有什麼原因去證明這個是地獄? 那其實呢,這個就需要我們熟悉聖經的, 有不同的經文都有講到呢,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那就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最後一節, 四十六節也都講到,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裡去, 是沒有講到有第三個地方的, 所以,由不同的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沒有第三個地方叫做外面黑暗的地方, 因為有些人熟悉聖經的就是這樣的, 他看到那個字眼不同, 他就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觀念, 譬如有些人說, 樂園那個犯人去的那個地方呢, 就是在天堂以外的另一個地方, 等到將來才去到樂園, 但是呢,我很簡單的答覆他就是說, 耶穌說, 今天你要跟我再樂園了, 就是跟耶穌在一起, 而耶穌臨死的時候, 他說, 我把我的靈交在你的手裡面, 所以耶穌是去天堂的, 他不是去一個另一個地方叫樂, 因為有些人熟悉聖經呢, 就是單憑那個字眼, 譬如有些人就說, 基督的台前, 和白色大藝寶座審是不同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看馬太二十五章, 說到綿人山羊比喻, 是說到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就是他們就說呢, 基督的審判, 和非基督的審判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稍後都可以看這件事, 那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外面黑暗就肯定不是天堂了, 所以就一定是地獄, 那有些人說, 有些人信耶穌, 他很懶, 那他就去不了天堂嗎? 這樣, 大家怎麼回答他呢? 我想說呢, 你們不用怕, 重複回答問題的, 因為呢, 有些人怎麼出聲呢, 就見他一些, 你知道答案就回答, 不能讓我們空檔大場, 如果你們不明白, 或者想問, 可以問, 因為我想盡量大家一起思想, 牧師, 你的問題是否要問, 如果有些人說, 那那個人很懶, 那難道他上不了天堂呢? 那我是要怎麼回答他呢? 是的, 就是說, 他信耶穌, 不過他也不做那些其他事, 他也不做, 那他是不是去不了天堂呢? 那可能要視乎神的救恩, 這個, 有沒有神的憐憫呢? OK, 那, 那, 那是不是, 就是, 有神的憐憫, 他就可以去到天堂, 沒有神的憐憫就去不了, 就是怎樣, 什麼去審判呢? 嗯, 我想他會否悔改, 就是, 有人提他, 啊, 你應該是要做, 忠心的報仁, 那, 看看他會否悔改, 如果他再堅持, 都是這樣呢? 那, 我想他是上不了天堂的, 嗯, 是, 那, 所以我, 這個是, 就是, 因為, 在這裡很清楚講到, 就是因為, 他的生命, 是沒有使用的, 是, 埋藏在地裏的, 他的恩賜, 那, 所以呢, 是因為這件事, 他因為他的生命沒有改變,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是, 信耶穌得救, 但是呢, 當一個人, 他, 說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改變, 他生命沒有發揮的時候, 他生命是有問題, 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雖然他說信耶穌, 就是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好像, 我們之前講, 就是說呢, 稱呼我主下主下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進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甚至有些在教會事務的, 都不能夠進入天國, 因為他們根本呢, 生命沒有改變, 就是他生命, 沒有為他的罪會改, 他只是做一些事工的時候呢, 他是不得救的, 是因為他沒有真正信靠耶穌, 和耶穌沒有生命的關係, 於是他就沒有裂出果子出來, 這樣的人是不得救的, 而另一方面就說, 第六點講到得救的表現, 的果子呢, 就是, 就是事奉了, 就是沒有使用因此呢, 是不得救的, 但是先, 弟兄講到, 看看神的憐憫呢, 我想說是這樣的, 聖經講經文呢, 當審判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是, 就是有很多人是, 是沒有聽過這樣的表達的, 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 其實在神學院我們學的, 審判是按照行為, 所以, 聖經有不同的經文, 都是講到按照行為, 比如馬太二十五章, 你就很清楚, 那到底, 什麼信耶穌得救, 這些行為得救呢? 他是, 因為真信耶穌的人, 他一定有行為的, 他的行為就, 證明他是不是得救的, 如果他沒有, 好的行為就證明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呢, 審判的時候呢, 就不是問他, 你有沒有信耶穌的, 就是你看不同的審判的經文, 都是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是沒有講到, 是根據他的信心的, 是根據他的行為來證明, 證明那方面呢, 是根據他的行為, 證明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呢, 這個神學的觀念就是說, 審判是按照行為, 是一個, 是聖經的真理來的, 就是聖經很多經文是這樣講的, 不過呢, 有很多宗派是沒有這樣表達的, 是, 就是他覺得好像變成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我不是說靠行為得救, 而是呢, 審判是按照行為去判定他是不是有信心的, 所以如果那個人呢, 他是沒有行為改變的時候呢, 他是, 他完全沒有的時候, 完全沒有的時候, 他的生命完全沒有被神改變的時候, 他是得救的, 這一點呢, 可能對於有些人很大的衝擊, 其實我有聽過, 有些牧師解釋這段經文, 他們都不是講到說, 一個人信耶穌, 說信耶穌, 但是他完全沒有改變的時候呢, 他是得救的, 就是他們很多都不會這樣說, 也都不說到審判是按照行為, 大家有沒有想問的地方, 或者是討論, 就是你覺得, 你聽到這一點, 就是說審判是按照行為, 你聽到有什麼的疑問, 有啊, 易牧師, 其實說到呢, 如果是得救, 我們說的得救, 就是回到耶穌基督的懷中, 過生之後, 其實有很多是, 一些另類的個案, 譬如就是, 有些人是臨死之前, 才相信耶穌, 有些人是在一些, 都是臨死的, 意思就是臨死前, 那在這一類的情況裏面, 我們就會說, 這個真是神智, 當然是大連吻, 這些都是很另外的個案, 但是在這些情況裏面, 有很多的存在, 就是, 很多人是臨死前, 我們說他們是順住得救的, 那在這個位置, 如果跟剛剛所說的的話題來講, 似乎就會有一些說不通, 那你在這裡會覺得, 會是怎樣去演繹會好些呢? 我會這樣說的, 就是說, 那個人, 有沒有神在裡面, 就是說他臨終的時候, 他信耶穌, 他是真是, 他自己相信, 他自己是一個罪人, 他需要耶穌的救恩, 他心裏面感激神, 他對神有回應, 這個已經是一個果子來的, 就是臨終的病人, 他沒有機會去, 好像我們普通那樣侍奉神, 但是呢, 他的表現呢, 都是一種侍奉來的, 譬如, 在耶穌和聖的犯人, 他會指責另一個犯人, 就說, 你和我受這個刑罰是應該的, 但是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他見證耶穌, 然後他就說, 耶穌, 你得過降臨的時候, 他會相信耶穌, 雖然他被釘死, 但是耶穌是, 將來他的角度會降臨的, 他並且呢, 是公開的信託, 好了, 那有些人就說, 有些病人都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根據, 就是我們所講的那個果子的意思, 就是當一個人是得救的時候, 聖靈住在他裡面, 就會在他裡面產生改變, 這個改變呢, 總之聖靈在他裡面產生改變, 這個人就是得救的, 而這個改變呢, 他可以在臨終的時候, 他的接受的心態, 或者他的言語, 講到, 啊, 啊, 神真是好了, 或者他就是接受, 都是一個, 一個公開的接受, 都是一個見證來的, 那這個就是在乎那個人, 他是, 就是, 有沒有從心底處, 因為聖靈改變他, 所以他從心底處呢, 會感激神, 那這個已經是果子來的, 因為任何一樣, 是因為神居住在他裡面, 而有的改變, 就算一個臨終的病人, 他的輕微的改變, 都是一個果子, 那而, 他來講呢, 他有的, 資源, 就像那個五千, 二千, 一千, 他那個機會是很少很少的, 因為他就是那時候還沒進去, 那他在這一陣, 他有的資源, 他有的機會, 他去看那一陣, 去表達信主, 已經是他的, 已經是他的好行為, 是他的改變, 大家能不能拿到呢? 就是說, 神判斷一個人, 那, 譬如, 假設有一個人, 他是, 又不能說話, 又不能動, 那, 我們大家都認識, 應該很多人認識, Nick, 他就認識說話, 雖然沒有手沒有腳, 他就認識說話, 他可以表達, 但是假設有一個人, 他沒有什麼表達, 但是他裡面有果子的時候, 這個人都是得救的, 就是不是一定要那個人懂得說話, 他才是得救的, 他裡面有那個果子出來, 就是他跟神有這個生命的關係, 而這個, 事奉的定義, 耶穌講到事奉的定義, 就是你做在一個, 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說, 任何一件事, 我們做在人身上, 是祝福他的, 這個都已經是事奉的, 那到底有些, 哇, 真是, 很嚴重的, 有些甚至是, 因為我們都會這樣做的, 有些昏迷了, 我們都依然跟他講福音, 叫他在心裡面去信靠耶穌祝主, 他在那個時候, 他能夠做到的, 只是這麼多, 就是他, 他的心裡面, 真是有神的更生改變他, 他從心底處去, 發出對神的呼求, 這個人都是, 就是他都是有果子的, 那,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只是被動, 被動, 就是譬如你說, 他跟我祈禱, 好, 但是他是沒有真心背感, 沒有真心信靠耶穌, 他就算在臨終的時候, 他真的跟著講, 真的講那個祈禱, 但是他沒有真心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不得救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 我們不能去判斷他,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靈, 真心, 他是完全, 是因為呢, 別人叫他這樣做, 那他就, 免得你們整天餓我, 好啦, 好啦, 我跟著你祈禱, 那時候是不能夠的, 所以, 我們是, 需要在傳方案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臨終病人, 他講得很清楚, 我們都是有罪的, 神是公義的, 是審判, 他會, 會審判我們的, 所以, 我們有罪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罪的聲音, 我們會去到地獄的, 但是如果我們信靠耶穌, 尤其救主的神真的很好, 他會救我們, 我們可以得到榮生, 是一個很大的福利的, 那你就, 就, 搬起這樣接受, 這樣, 就是, 當人真的搬起這樣接受, 聖銘在他裡面, 也都是聖銘增生他, 當他在裡面, 有這個真心的反應的時候, 他已經是有罪了, 大家有沒有想說的? 字幕曉雅先生, 早點, 問我有沒有問題, 我能否答你?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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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先生, 各位姐妹, 你對這個問題說, 我答你, 你覺得, 我答到了你嗎? 是啊, 其實我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樣子, 就好像都會比較通,在神裡面去想這些位置的時候 謝謝你 你說什麼通? 通得到,就是想到神那個救恩,分配那個銀子 人的財幹,服侍那個態度,出來的那個配真等等 在這些位置裡面這樣說,就能夠通,能夠明白 好,那我想大家去,現在我們應用一下,我們這次不會講完 因為跟著有梅人山羊的比喻都有很多的討論的 我們今天不會這樣講完,那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收到神的恩賜、機會、代能 我們有沒有發覺裡面有一種動力推動我們去給神使用呢? 你又和你留意你周圍的,翻教會的人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呢?就很有動力 有些呢?就很沒有動力的 有些呢?就大家可以回答一下,就是由他的動力去給神使用 去祝福人,從這裡去看出他的熟練生命呢? 大家想這樣回答一下,或者你可以先講一下自己吧 你覺不覺得裡面有一種動力推動你去給神使用呢? 你覺不覺得裡面有一種動力推動你去給神使用呢? 也有的,也有的,那譬如是關心人等等 我和自己想試,就是多些會試其他的服事 看看他,看看自己是適合哪樣,因為我都不知道我恩賜是什麽 那我想問一下,譬如有一個人,他真的什麽恩賜都不知道 假設,其實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不知道 這樣的時候,他可以做什麽呢? 是不是要看到他恩賜才可以去服侍呢? 恩,我又覺得不是的,其實他可以按感動,有些人是他感動想 他有感動想去做嘛,有感動想去怎樣幫人 恩恩,OK 大家可以說一下,形容一下你裡面那個動力 你有沒有想說一下,姆士 是 是 是,你說吧 是,比喻我呢,就是有時呢 會去,就是神感動我去照顧那些,隔壁類似的那些象徵 動物兒,所以就是說,我可以去做東西給他吃 就是,他們去打個比兒,就是打風啦,啊 會感動我去做東西給他們吃啊 好啊 我就去關心那些 탄es 啊,那些...那些...一些... 就是神著用我去關心他啊 有時打電話給他在優比出來喝茶、聊天、 用那個愛、用耶穌的愛慢慢去跟他親近他、接觸他。 一些些他擇受到,他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即是知道信耶穌人是跟外面的那些生人不一樣, 慢慢去感受到那個有愛。 去解決教會,一步步來。 我現在,最近,有時去家裡祈禱, 一祈禱沒多久,感受到更要我去關心誰。 就是會感動我去關心一個人家的比喻, 就是撈上輪死,我整天都遇到他, 遇到他那天我就會,哎?為什麼這麼什麼? 就是思想裡面,我想一下,為什麼整天都遇到他? 我會跟那個人祈禱,一祈禱真是神會去感動我去拿電話。 就是打個比喻說,神啊,是不是你起義我去關心那個人? 就是輪死,他真是會, 我說,你是要我去關心他的, 你做什麼時候呢?你給我去拿個證據, 就是他去證明那個, 他真是,我真是做到證的, 是這樣的事實擺在面前,真是做到的。 就是神要感動我去做, 路關心輪死, 喂? 這個一定是對的, 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都要留意馬太25章那裡, 那個比喻說到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想帶上耶穌, 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好行為呢, 只是做普通的善事, 你做在他身上, 然後你想帶上耶穌, 這個就是在神裡面的善事, 因為有一同經文, 一個就是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節, 就講到,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的, 只給你一杯水給你喝, 只能不能不能上次, 就是將, 聖經講到一杯涼水, 就define了, 講清楚就是說, 是因為你們屬基督, 而做在我們身上, 而馬太25章呢, 就講到, 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所以呢, 凡是做在人身上, 想帶他們去信耶穌的, 或者是做在基督徒身上的, 做在基督徒身上, 當然是想祝福祂, 建立祂, 建立祂和神的關係, 或者在祂的需要上照顧祂, 因爲耶穌也有講到, 祂探望那些病人, 他們沒有東西吃, 讓祂吃, 這些都是耶穌有講到的, 這些都是講到的, 這樣的時候, 這些呢, 我們就, 可以肯定這些是神秘越的, 就是不用問的, 這個, 首先姐妹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要我做, 是肯定神要你做的, 就是這些, 這些不會是錯的, 是,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其實我姐妹, 因為你講到, 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要我做, 我聽到這樣的意思, 那我就回答, 一定是神想我們做的, 是, 對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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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人, 其他人想回應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裡面那種動力, 還有, 也都有沒有人那種動力, 有些人的動力, 是普通動力, 有些人很強的動力, 持續一直很想, 一直很想去祝福人, 去祝福人, 這樣, 大家都可以分享, 就是分享這種裡面的, 從神而來的動力, OK, 那, 總括一下, 等一下, 總括一下, 就是說, 真信耶穌的人, 是一定會有, 生命會有更新, 而有些人的動力, 是可以很強的, 他越親近神, 就越是強的, 大家聽不聽我說話? 聽不聽我說話? 聽到, 聽到, OK, 這樣就, 有些人呢, 他的動力是很強的, 是, 譬如我自己呢, 我是不斷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很掛心, 宗教會, 有很多基督徒, 是很軟弱, 他們沒有全心聽神的話, 又, 在末後的日子, 沒有準備好, 有很多人, 又以為災前避堤, 是, 沒有, 就是, 沒有幫助, 這些基督徒怎麼站得穩, 怎麼去搖動, 我心裏面是, 就是, 好像聖經所說的, 心裏焦急, 就是為, 這件事, 我不是代表, 我一直整天好像, 魔上的螞蟻那樣, 焦急, 而我心裏面就是, 神啊, 我很想幫到這些人, 更加肯定, 清楚得救, 和呢, 清楚, 侍奉神, 讓耶穌回來的時候, 祂是準備好的, 就不要做, 彈懶不跌果子的基督徒, 那這個是我, 在那裡, 是不斷有這種動力, 在那裡, 那這個神給我, 很強烈啊, 那我起初侍奉神, 那時候都是的, 我初信, 沒多久, 我已經跟神說, 我說, 那麽多人都未認, 耶穌, 我很想去傳福音, 去拯救更多人, 如果是你的心意, 我願意將來成為牧師, 我在初信的時候, 我已經跟神說的, 那這個是神給我的動力, 那我都, 希望大家, 就是, 看重神的角度呢, 就會有這個持久的動力, OK?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或者, 或者是, 牧師, 如果有些, 如果有時候, 不是很夠動力, 或者某些人, 不是很夠動力, 去做, 那應該怎樣, 幫他們有動力, 幫他們有動力嗎? 這個都是, 跟神的關係的, 就是說呢, 我們跟神關係越好, 好, 還有, 兩方面的, 一個就是, 神的同在, 感動人會去, 聽神的話, 譬如說, 我們帶人, 祷告啊, 敬拜啊, 一直為失喪的靈, 祷告呢, 那人呢, 有些就會, 心裡面有個火熱的心的, 那第二呢, 就是, 教導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 每一樣東西, 我們更新的生命, 都是, 兩樣的, 教導和親近神, 而得到送禮, 那而親近, 就是親近神就是, 透過祷告啦, 透過讚美神啦, 或者是, 迷到人的, 需要祷告啦, 教導呢, 就是說, 那些人真是, 聖經有講到, 在地獄裡面, 是有不滅的火, 不死的蟲, 是永遠不能夠出回來的, 是永遠來的, 那而我們, 在, 身天身地是得到, 無限的恩典的, 那而, 聖經也都講到, 我們呢, 做在他們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很歡喜的, 那所以, 聖經也講到, 神怎麼體重啊, 就是, 講到耶穌回來, 就講到, 去, 問我們, 我們有為耶穌做什麼事啊, 我們, 就是他的仆人, 一見到耶穌, 那個主人一回來, 馬上就去看看祂做的工作, 那所以, 聖經是, 強調, 我們得救之後, 神是看我們的行為, 來分裂我們的信心, 就是, 不是好像, 我們靠行得救, 但是, 神是會看這件事, 我們將來呢, 就有可視而聞, 實際上, 有很多這樣的經文, 那我們都可以告訴祂聽, 但是, 最好就是恩典推動, 神又推動你, 你裡面有沒有一些動力, 關心那些人, 得喪的靈魂啊, 你想不想他們得救啊, 你, 譬如由你的親人開始, 你如果想到他們將來去地獄, 你會不會心裡面有掛心啊, 那這個都是神感動你的, 就是用恩典推動他, 神, 你當你掛心, 他們神是喜悅的, 就是, 你為祂祷告神, 去帶領你, 如何向他們去祈福音的, 這個是, 就是, 不只是責任推動, 是恩典就是神, 在你身份裡面, 恩典就是神做的工作, 在我們身份之中, 感動我們啦, 帶領我們啦, 祂又, 給我們動力啦, 給我們智慧啦, 又會賞賜我們啦, 紀念和我們所做的一切, 這些是恩典推動的, 那這個是, 就是, 就是, 是需要教導, 然後, 討告, 那, 有些人他真是很沒有動力的, 那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由最少的做起, 不過, 我發覺很多人呢, 其實他是有動力, 真信耶穌的人有動力, 不過他怕啊, 他充破不了戰, 他怕他自己做不了, 他怕人家會拒絕, 這個就是很多人的原因, 這個就要幫他們學習, 放下這個句話啦, 就是因為,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懼怕, 所以呢, 我們就, 你這個人, 他是疾病啦, 因為我們, 其實我的懼怕,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 是, 是我們內心裡面, 覺得, 很害怕, 所以呢, 我們就不能做, 就是那時候, 我曾經, 在一個教會裡面的, 啊, 則是, 講到我們去關心人, 他, 他反駁說什麼呢, 他說呢, 關心人那些人會拒絕的, 那些人會不喜歡的, 那我一聽到, 那當然有些人不拒絕, 有些人不拒絕, 有些人不拒絕, 不過, 然後, 請問, 問問, 那明白, 牧師, OK, 好, 那如果大家再有問題, 可以再問, 那我們明天會繼續說, 因為綿人山陽, 這個比喻呢, 我們很重要就是判斷他的時間, 因為他有一句話講到, 那我那些, 那些字, 我沒有打出來, 但是我再傳給你們, 就是, 當人子, 在他榮流中降臨的時候, 他要將萬文聚集在他面前, 像是牧羊的將賢人和山羊聚集的面子 所以到底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聖經》以後我們進行討論的問題 我們一起祈禱吧 青岸展覆文就多謝你 因為你拯救我們很大的恩典 我們能夠得著永生 能夠永遠和我們一起很大的恩典 祝主詩恩祝福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人都需要你的救恩 需要你祝福他們 都在今世有很多人都在仇苦之中的 求主更生我們的生命 使用我們的生命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 是看到神給了很多恩賜給我們 給了禮物 給了機會給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給神使用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願意去使用這些恩賜 不是將這些恩賜埋藏在地裏面 而是願意給神使用 求主詩恩祝福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是本有恩典的 神你是大有能力的 你是凡事都祝福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做忠心有良善有忠心的撥恩 感謝讚美天父 多謝讚美天父 祝福 周圍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